接下來我們請 會長做會務報告 我們的前任會長 各位前會長 還有各位榮譽理事 大家好 那 今天會長以後也是算 第一次比較有 正式的會議 那我現在來報告我們 今年度的一些會務 那 去年我們 在 韓前前任會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的新莊獅子會 可以說 成績是非常的虧髮 受到了各界地方上 所有的 包括我們VY區 我們各有會 所有的 私有的肯定 在這邊我們還是要給他 給他掌聲 來 這個 鼓勵 這個 謝謝他 謝謝他為新莊獅子 掌聲 那我希望 我們今年 今年度的會務 會務呢 都承接 我們 上屆的一些延續 那 也希望 得到各位前衛長的 鼓勵跟支持 那 這個月 我們的會務活動 有 今年的我們的會務活動 重點是 往後我們兩個 韓國的 一個韓國的姐妹會 還有我們日本的 風川中姐妹會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樂曆會 我們會舉辦 比較溫馨的家庭慶生活動 那社會服務活動方面呢 我們會 結合 失少的 系列活動 然後 凝聚我們會 促進團結 展現 本會的團結 親切 質感 的社會 社團形象 那 重點有愛心捲血 那愛心捲血 也是今年度我們 所要的一個重要的 那個社會服務 服務 服務 那 還有 極難救助 我們的 偶發事件 只要偶發事件 我們經過會 好的 的 審核 確實有需要 極難救助的 我們一定會來 這個 來做一些 他的 極難救助 那 還有就是 我們的 推動我們的 拇指擴大力會 拇指擴大力會 加上 新章會 真的有這些指會 大家的團結 所以在 我們在 可以說在 議員區來說 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指標的 會 我們真的是以 新章師會的師也為有 那 再來就是 配合我們 V1區的一些活動 那 這個 因為我們有 有 參訪我們的 韓國慶北獅子會 那這次的參訪 也非常的順利 也非常的 平安 那也加強了我們 兩會之前的友誼 增進了我們的 國際的 的交流 文化交流 那再來就是我們 7月14號 我們有 協助外交部 與我們 古人大學合法的 20 2010年的 亞太 結束青年 來參 參訪 導覽我們的 新莊老街 還有一些 傳統的 文藝活動表演 那也很 謝謝我們 陳平武 陳秘書長支持的 這一次的活動 這一次的活動 他的 餐欄 其導覽的 還有晚餐的費用 都是由我們 陳平武 我們的 陳副秘書長 由他來 捐贈給我們 去年度 15號 我們有跟幾位 船會長 還有我們 安吉安會長 我們有一起到 外交部 接收了外交部 亞太斯 頒正給我們 新莊獅子會的 感謝狀 真的很 謝謝 謝謝大家 那 還有今年度的 今年度 我們的 去年度 我們的 就是 離開我們 會的人數 有5 那我們 今年 今年已經有 西晋人員 有2人 然後還有我們 一位 剛得心師兄 他 復會 那 預計我們 今年的 增加會人數 是 7到8 這方面 我 我會在努力 還有我的 職員群 我一定在努力的來 招呼一些 我們的 新進的師兄 那還有 7月30 我們預計到 花蓮 花蓮我們有一個 這次的 捐學 花蓮我們有舉辦一個 捐學的 正品移動 來鼓勵 我們花東地區 他們的 感謝捐學者 禮品 我們有去 要 他們會召開一個 記者會 我們7月30號 上午11點 那本年度的 我們一些 愛心捐學的 配合活動 就是我們有舉辦 兩次的 我們自己會 舉辦兩次的 捐學活動 還有配合我們 新裝號 三重的 一天公 板橋的 北天公 還有文相會 愛心會 這是我們捐學活動的 系列的方面 還有本年度 我們本年度有一個 計畫就是說 我們 立會跟李堅士的 日子 我們現在都會 把它固定下來 就是每個月的 最後的 禮拜 禮拜三 這樣子 也 也讓各位 學會長 各位農委理事 各位師兄 至少能夠把 日子固定下來 那當然 這個固定的日子 我們 不會如果 遇到比較 特殊的狀況 我們會 往前或往後 但是這個 這幾個還是 日子都會 把它固定下來 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年度的 大概的 會務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